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23日 波斯尼亚预取冰岛 波斯尼亚和冰岛的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这组分组赛将会在周五凌晨进行 冰岛近年实力严重下滑 球队已经多场赛势不胜 此番面队友爱电 迪斯高领衔的波斯尼亚 冰岛无力取胜 虽然波斯尼亚1996年至今 均未曾杀入过欧国杯的决赛周 但最新一期国际排名 他们位列第57比冰岛高出6位 同时在2022至2023欧洲国家联赛分组赛中 身处第二级联赛C组的他们成为了分组赛投名 换言之下一届分组赛 他们将会升上第一级联赛 和欧洲一流强队们同场竞技 波斯尼亚近期大名单由爱电 迪斯高领衔 同时还有爱卖殿 迪米洛裕 拉迪 古鲁利 毕泰西路裕和施特 哥拉辛利等在欧洲五大联赛问时的球员 坦白讲 这支波斯尼亚整体实力绝对比他们的国际排名要高得多 需要指出 爱电 迪斯高已算波斯尼亚足球的代表人物 他除了是目前的球队队长之外 初战126场攻入64球的数据军位队史第一 加上他们近况一远胜冰岛 波斯尼亚是一迎波可期 冰岛早几年前有过昙花一现的好表现 他们分别在2016年以及2018年先后杀入过欧国杯决赛州和世界杯决赛州 甚至在队史唯一一次欧国杯决赛州上 冰岛还一举杀入到半准决赛 但此后冰岛实力急速下滑意识不争的事实 他们上界外围赛区居在法国以及土耳其之下 无缘决赛州 甚至攻防两端的表现还和头两名存在较大的差距 除此之外 冰岛已经很久未曾试过迎波滋味 目前已经长达7场葛向赛事常规时 间断内南球一胜 另外在近期入选冰岛的大名单中只有祖汉被制 古蒙尘和杜丽西加辰两名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校里 甚至真正意义上出名的只有祖汉被制 古蒙尘一人 阵中绝大部分球员都在北欧联赛校里 可能这已经决定了冰岛此行失利的命运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未经许明不是说 It's Wor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youth